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三个孩子都不放过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曼尼托巴省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案件 五人遭杀害包括三名儿童 一名青少年和凝成人 一名29岁男子已被逮捕 并面临五项一级谋杀指控 根据最新的报道 警方确认这名男子杀害了他家庭的五名成员 包括他的三个孩子 这五名受害者平时一直居住在喀门镇 当时他们分别在镇及周边多个犯罪现场被发现身亡 事情发生在上周日早上七点半 当时皇家骑警接到有关一起 发生在当地三号公路肇事逃逸的报告 该地点位于西南方向约一小时车程处 周一骑警表示 在公路旁的沟渠内发现了一名30岁女性尸体 该女子与嫌疑人同居 属于适时婚姻关系 大约在上午10点左右 警方又接到报案说 在248号公路上有一辆汽车起火 在车外警方发现三名儿童的尸体 他们都是嫌疑人的孩子 一名6岁的女孩 一名4岁的儿子和一名两个半月大的女婴 军备当场宣布身亡 最初调查人员报告称 有目击者将孩子们从车辆中拉出 但后来得知是嫌疑人将他们从车内拉出来 嫌疑人在火灾现场被逮捕 在进一步调查中 警方来到卡门镇的一处住所 发现另一名女性身亡 警方表示这是受害女子的17岁侄女 皇家骑警已对29岁的嫌疑人 提出了五项一级谋杀指控 此案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调查人员仍在努力整理事件发生的时间线 事件已在周一进行 并计划在周二继续 曼省省长称这是曼省的黑暗时刻 并表示难以想象这样的悲剧是如何发生的 以及家庭的神圣纽带是如何被打破的 卡门镇的市长表示 他所在的社区拥有3000人口 这些死亡消息令人震惊 他们正一直都很安静 这是个悲剧 我们没料到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社区 这太可怕了 这个紧密相连的社区将努力共同度过这场悲剧 列治文突查六家按摩院 这些人闻风躲藏更危险 据报道 列治文市最近对该市六家有营业许可的按摩工作室进行检查 以确定是否遵守法规 移民和移民性工作者权益倡导机构SWAN网红而称 这些行动是由市政府主导的突击检查 并表示这些行动将导致数十名女性从有职业的企业跑到更危险的地方 有些女性非常害怕检查规疆制度的官员 以至于她们决定暂停在按摩院工作 转往一些公寓提供服务 这就是市府希望的吗 近几个月来 列治文执法人员在皇家骑警的陪同下 针对按摩店违反各种规定的行为进行扫荡 据新闻证实 至少有两家列治文按摩店因违反规定而处以数百元罚款 包括使用不透明窗户 雇用未在该市注册的员工 以及让其员工穿着短裙等不合适的服装来营业 一些市议员正在推动列治文警方加强执法 曾任警察局长的列治文市议员希德表示 我们知道这些女性受到个人剥削 其中大多数是经营此类场所而令人厌恶的人 希德没有具体指出任何特定业务 但她表示 其执法方面的经验使她相信许多按摩院不仅提供非法性服务 而且还可能与组织犯罪和性贩运有关 希德说他们实际上是从剥削女性与获取利润人士所经营的 下周二十三日列治文师傅将就如何加强对按摩院的执法提出建议 这项社区安全会议定在下午四时举行 警方关注人口贩卖和组织犯罪 报告概述了过去五年列治文涉及人口贩运的三宗重大案件 2021年有人称自己被组织犯罪贩运被迫吸毒受到威胁 并被剥削从事性工作这导致对三人提出指控 此案件仍在调查中 2019年的案件中一名性工作者称自己遭到袭击 行动受到控制被迫一天与多名顾客发生性关系 最终一人被判犯有袭击罪以及向他人发出威胁罪 第三宗案件发生在2023年最终没有提出指控 加拿大下令时这时开始数百万人将调中 今天是大年初三而在短短的几周内 加拿大数百万人将调整时钟迎来2024年下令时的开始 今年的下令时将于3月10日星期日凌晨2点本地时间正式启动 进行我们可能因为春天的到来而失去一小时的宝贵睡眠 但这也标志着我们将开始享受更长的日照时光 加拿大居民应该在3月9日星期六晚上就请前将手动设备调快一小时 当然智能手机智能手表和其他数字及WiFi设备很可能会在您熟睡时自动调整 世界上首次有记录的下令时实行案例就发生在加拿大 尽管下令时的目的是在北半球温暖的月份最大化利用阳光 延长工作日结束时的日照时间 但这种变化的好处却备受争议 一些人认为这种变化可能会对健康产生不良影响 医生表示时间变化后中风和心脏病的风险会增加7% 时间变化后第二天车祸风险可能会增加8% 此外下令时和每年时钟调整两次可能会导致一种被称为社交时差的现象 人们遭受睡眠紊乱睡眠债务精神和身体的疲劳新陈代谢问题等 虽然专家们一致认为春季的变化对我们打击更大 但秋季的变化也存在不利之处 由于晚上的日光减少和白天变短 人们晚上的活动趋于减少 时钟的变化在加拿大多年来一直是受争论的话题 阿尔伯塔BC和安大略省政府希望废除这有百年历史的做法 然而任何希望废除夏令时的省份都面临着推行新规则的延迟 或者正在等待与他们处于相同时区的美国州先一步采取行动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带您分钟了解最真实最新鲜的北美资讯 欢迎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见